原末明初沈万三成为江南首富,将就饮食起居,宾客所致,特批明初烹调八大碗,用以招待宾客,换以万三家宴。 八大碗,使用青瓷大碗,毛竹筷等作为器皿,万三宴包括万三提,三味园,险江水仙,红烧扇筒,田螺塞肉,红烧桂鱼,优补塞肉,农家满里菜等菜肴,并有万三十月白酒,万三糕,糖玉奶等点信,张顺阁社。 明朝时期,沈万三十分有钱,有钱倒可以与大半个明朝媲美。在朱元璋当上皇帝之时,沈万三就想花点钱来讨好当今皇帝,从而为自己未来的经商道路铺路。 但是沈万三却用错了方法,他花钱为朱元璋建造一半的城池,甚至还帮助朱元璋靠赏三军,这样的行为,相当于抢了皇帝的风头,甚至可以说是做了皇帝应该做的工作。 但即便这样,还是不明原因得罪了朱洪武。 有一次,朱元璋邀请到沈万三家里吃饭,桌子上有一道菜为红烧猪蹄榜,朱元璋想用这道菜来套住沈万三,因为自己姓朱,如果沈万三管这道菜叫猪蹄,这就是藐视皇权的行为。 沈万三让厨师做好了八大碗招待朱元璋,朱元璋指着红烧猪蹄,问沈万三,你知道这道菜叫什么吗? 沈万三一个机灵,先是下了一身冷汗,转念答道,回圣上,死乃府中一小草,名为万三蹄。 朱元璋一听乐了,心中的杀意少了一点,但是还是没有完全放弃。 当他看到猪蹄榜,整个并没有切开之时,就故意围难沈万三,这么一大块,怎么吃啊,需要用刀吗? 沈万三已经知道用意,回答道,回圣上,不用刀,万三蹄已经被煮得很烂了,皇上动一动它就散了。 此话一出,二人相识一笑,沈万三机灵,从蹄榜中抽出一根细的骨头来,一股鲜肉,饱了自己的一条小命。 朱元璋见此,无奈之下只能放弃杀意,与沈万三品尝起了美食,没想到这道菜的味道还不错,这一顿饭,最终有惊无险。 后来,人们听说了这个故事,便以万三蹄来命名这道菜,而这道菜也开始火了,成为了江苏地区传统名菜之一。 此节过后,沈万三做生意收敛了很多,并给后人留下了万事福泽点额,以求子孙福祉,同时还给后人留下了后继流光的家训,并让人磕到了门楼上,希望能给后人们带来好运。 1398年,沈万三的女婿顾学文被人报复,诬告跟兰玉谋反,朱元璋想借此机会彻底整垮沈家。 于是以兰玉案为名,将顾学文全家和沈家男丁处决,沈家共有八十多人死难,家宅田产也被超没,沈万三的三子沈旺和孙子曾孙君在此案中罹难,沈家从此开始衰败。 ,沈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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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